布瓦松分布它是描述连续空间里面抽到的离散样本 所以它的结果是01234这种整数 但是它所描述的是不是几个东西 而是一个连续空间里面会抽到的那些东西 抽到的数量是整数的 它的公式是这样 p of x 等于 k 等于 lambda k 次方乘 1 的 lambda 次方除以 k 接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lambda 这边 lambda 如果是 1 的话 它的图形会长这个样子 lambda 如果是 4 的话 它的图形会长这个样子 lambda 如果是 10 的话 图形会长蓝色这个样子 好 那这到底有什么用呢 来看一下 不瓦松分布其实跟二向分布在极限的情况 它是二向分布的极限 二向分布在 n 很大的时候 它会趋近不瓦松分布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 绿色的点是二向分布在 n 等于 1000 的情况 黑色的线是不瓦松分布在 lambda 等于 5 的情况 浪达等于 5 的情况 那你会看到这个二向分布 n 等于 1000 的情况 跟不瓦松分布浪达等于 5 的情况 基本上是一致的 非常非常接近 几乎都就在线的最顶端 所以当 n 很大的时候 这个二向分布就会趋近于不瓦松分布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要特别做出不瓦松分布来 来描述的原因 因为举个例子 我们用白雪球的范例 你身上的白雪球会有多少个 我不知道 以医学上来讲 一个人身上的白雪球可能 可能是千万级吧 或者是一级 反正就很大 那这很大的情况之下 我们随便抽一滴雪得到的白雪球数量 那就可以用不瓦松分布来描述 所以我们一滴雪液里面有三颗白雪球的几率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用不瓦松分布来描述 那假如那一滴雪占你总雪量的千分之一 这一个问题就适合用不瓦松分布来描述 那我们怎么描述这个东西呢 定义一个随机变数代表一滴雪里面白雪球的数量 那我们随机变数的定义其实很简单 你把抽到的那个集合映射到它的集合元素数量 就是绝对值就可以了 所以A这个事件也就是白雪球样本空间S S就是所有你身上的白雪球的子集合 所以A如果是W1 W5 W9 那这样就是代表说你抽到的那滴雪有三个白雪球 分别是1号 5号和9号 那A绝对值代表集合 A集合的大小 所以如果A是W1 W5 W9的话 那A绝对值就是3 如果B是W2 W8的话 B的绝对值就是2 如果C是空几合 那C的绝对值是0 如果D就是S的话 那D的绝对值就是S的大小 也就是N 那接下来第二题 请算出一滴雪液中有三颗白雪球的几率 假设该滴雪液占你总雪量的千分之一 那这时候我们其实是要用二项分布来算 一滴雪液里面有三颗白雪球的几率 假设总共有N个白雪球 那你S等于3的意思代表说 这个集合里面有三个元素 就是三颗白雪球 抽到1号 2号 3号的几率 再加上抽到1号 2号 4号的几率 一直加把全部抽到三个的几率 全部加起来就是你的总几率 那但是这个抽到1号 2号 3号的几率怎么算呢 抽到1号 2号 3号的几率 我们算的方法是 每一个被抽到的机会 因为一滴雪占千分之一的雪液 所以就是千分之一 所以抽到的几率是千分之一 所以P of W1 W3照理讲应该是千分之一的平方 可是这个想法有个问题 其他的白雪球都没有被抽到 所以P W1 W3的意义应该是 P W1 W2 bar W3 W4 bar 一直到Wn bar 所以他的几率应该是千分之一的平方 乘以千分之999的n减2次方 才对 这遗漏掉了千分之999的n减2次方 这是为什么刚刚这一个答案不对的原因 所以千分之999的n减2次方 这要考虑进来 所以P of W3的算法应该是 千分之一的三次方 乘以千分之999的n减3次方 乘以C的n减3 总可能性 那推药广资呢 P of W1 W3的减2 应该是 就是Cn减2次方 乘以千分之一的k次方 乘以千分之999的n减2次方 那这个其实就是二项分布了 二项分布 只是我们把这个Cn减2次方 写在后面 把它放到前面就OK 那这个二项分布呢 当n很大的时候 它会趋近于 让达k次方乘以1的 复让达次方乘以k接 除以k接 那这个让达的意义 就是在单位时间体积面积之内 事件出现次数的平均值为 让达次 也就是说 比如说 在单位 以上面白雪球例子 单位血液内 平均会有让达个白雪球 请注意这个让达不一定是整数 它有可能是有小数的 所以如果让达是3的话 这边就是3的k次方乘以1的复3次方 属于k接 那这里 这里就来个吸体 假如1cc的白雪的雪 所含的白雪球平均为10颗 那请问你抽1cc血的时候 抽到8颗白雪球的几率为多少 这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 不需要知道你整个身体里面有几颗白雪球 因为用布瓦松分布 你的白雪球数量本来就是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来做近视 那白雪球平均10颗 抽1cc的雪 抽到8颗的几率就是 让达是10 让达的s次方乘以1的复让达次方 让达s次方乘以1的复让达次方 除以s接 s接 现在s是8带入 就是10的8次方乘以1的复时次方除以8接 这个就是p8的几率 也就是抽到8颗白雪球的几率 所以我们直接用dpois这一个函数 就可以算出了它的几率 那这个dpois到底是什么呢 算一下 10的8次方乘以1的 等一下 1到底有没有定义 我看一下 1 没有定义 我先把1定义一下 1自然对数就是2.71828 然后呢 10的8次方乘以1的复时次方 这挂号以下比较好 除以8接 8接可以直接写 不行 8接 r不能直接写8接 所以 好像有一个factorial函数 OK 这应该就是8接了 所以除以8接 0.125998 0.12599 差一点点 非常接近 因为我们的2.71828不够精准 所以这样子是对的 所以重新操作一次 dpois80是0.12599 然后呢 我们操作这一个 0.125998 所以那个公式确实就是这一个公式 好 我把它贴上去 不瓦松分布 好 这个是不完的 宽松分布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好 现在我们来出个题目了 好 你可以用马软体酸 你也可以用手涮 你也可以用手涮 当然不是有建议用手涮 好 好 等一下我们会请人来告诉我们答案 12个白雪球的机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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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時間快到了 好啦,時間快到了 我直接解答好了 其實一個指定就算出來 BPoS12,0.094,7,8,13 所以這個至少要會用 假如今天呢 每一單位的血液的白血球數量是五個 結果會是怎麼樣 我要用整數了 五點五個 假設每一滴 平均一滴血 平均一滴血 平均一滴血如果白血球數量為五點五個 請問抽一滴血得到三個白血球的幾率 這個當然還是一樣 用不瓦瓦分布把參數調一下 五點五個 然後呢,抽到三個白血球的幾率 是0.11323328 那同樣的列可以把它還連成 乎 乎瓦瓦分布的共識計 然後就變成是 5.5.5的318 乘以1的 1個 2 5.5 4 5.5 4 4 5.5 5.5 6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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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5.5 雖然它的理論上感覺有點複雜 但是用起來卻非常簡單 OK 我們今天就先看到這邊 我們今天把離散分布給看完 下次就可以看連續冷菌分布和常態冷菌 好 我們今天到這邊 下課